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長 三良 今天的台北股市 雖然收盤的時候下跌了73點 不過王良還是會持續的做多 王良還是看好整體的營建股 而且王良今天 繼續的帶會員進場去買股票 那麼到底我買的是哪一檔股票 到底我接下來操作的計畫是什麼 如果你們想知道 就請你們持續的來鎖定王良的節目 那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一看 王良之前在第一檔 所帶會員買進的營建股 我相信這一波新復發的大漲 一定讓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為王良在買股票的時候 告訴過各位 對不對 我第一次通知會員買在37塊半 第二次股票突破40.5的時候 突破40.5的時候 通知會員去做加碼 結果買完了之後 我告訴各位 每兩天新復發開盤直接跳空漲停板 然後在昨天它是漲到了49塊錢 創下了波亂新高 那今天這一個盤跌掉了73點 大盤跌了73點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分析同業都很苦惱 苦惱什麼 苦惱不知道要拿什麼樣的股票出來做表演 對不對 可是王良要告訴各位 我所談的 我所講的 就是王良過去所帶會員買進的股票 今天就算大盤跌掉了73點 王良會員手上的新復發 不但沒有跌 我告訴各位 尾盤還拉上來 不但尾盤拉上來 我同樣讓所有買的人都賺 因為你們都知道 王良是帶會員買在哪裡 請大家看下去 大盤在今天 雖然跌了73點 可是王良會員手上的新復發 盤中稍微有些震盪 結果尾盤還是收上來 而且收在平盤 如果這個盤跌掉了73點 而新復發能夠收在平盤 我請問各位 這是不是一檔強勢股 那為什麼盤中在震盪的時候 王良依舊能夠在這個地方相當的有信心 王良依然能夠告訴會員持股續報 王良為什麼不會被洗掉 請你們看一看 我帶會員買進的一個價格 分別是在37.5跟40.5對不對 那如果股價已經脫離了你的成本區 我請問各位 你們想不想要賺大錢 如果你真的想要賺到大錢 我告訴各位 這些震盪你要能夠忍受 而你忍受震盪最大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在於你帳上的股票呢 是賺錢的是大賺的 所以根本就不用去理會 今天大盤是漲還是跌 對不對 而當你們看到新復發漲到了47.2 請大家想一想 過去這一段時間 王良怎麼介紹股票 當你看到它漲停滿 當你看到它創新高 當你看到它這個地方出現震盪 晃一晃以後呢 我請問各位 還能不能夠再創新高 這一波 王良要下去買進新復發的時候 跟大家講過 我有多麼的看好銀劍股 一直到今天 我相信喔 你們將會發現 會有越來越多 跟銀劍股相關的正面的訊息呢 被報導出來了 會有越來越多 跟銀劍股相關的利多呢 在接下來能夠持續的發酵 而王良是市場唯一一個 這一波看對銀劍股的人 對不對 是市場唯一一個 在低檔帶會員 進場去大買銀劍股的人 我曾經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說過 我之所以會下去買進銀劍股 有四個理由 有四大利多 包括市場的資金氾濫 包括利率水準偏低 包括都市更新的興起 包括投資理財的需求 王良看出了銀劍股大漲的理由 而且帶會員下去買 而且接下來連中華民國 中央銀行的總裁 都在幫他搭三天 因為央行送暖 房市的管制解除 如果房市的管制解除 我問各位 原本去看房子的 原本想要買的 原本在猶豫的人 有沒有可能因為房市解除 而接下來 真的下去買房子 真的下去買不動產呢 你們再看下去 我證明了 王良的看法是對的 因為當房市管制解除之後 真的有大戶掏錢買屋 而且我跟大家說 這一個央行 所送出來的利多 讓整個銀劍族群很充 為什麼我要去談一個銀劍族群 我跟各位說 如果你做股票 你只買個兩張三張十張 我相信就算股票真的大漲 也賺不了太多錢 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是一個族群 如果這個族群裡面 有相當多的股票 它是有潛力的 我相信你就不只是 買兩張三張 你就算原本買的股票大漲了 你一樣能夠去找到下一檔 一樣能夠跟上整個族群 它的一個漲幅 它的一個波段 對不對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族群的時候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在當中 是有大錢 真正的大錢可以賺的 你們再看下去 我娘這一波 帶會員去買新復發 我娘告訴過各位 每一個 我看好新復發的理由 我娘在3月4號告訴各位 對不對 而我呢 就是在3月4號那一天 通知會員下去買 我娘在37塊半 通知會員買進 而且買完了之後 當天漲到了38塊4 然後呢 漲到了40.5 然後呢 股價呢 產生了震盪 接著 接著在40.5突破的時候 一口氣衝到了42塊半 我記得在3月23號 我來告訴你們 我通知會員第一時間進場去做加碼 為什麼要下去買 因為當時新復發出現了關鍵的突破 對不對 很多人做股票 怕東怕西 怕什麼怕拉回 怕什麼怕它不會漲 可是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鎖定的是強勢股 你鎖定的是真正的強勢股 在強勢股進一步的展開突破的時候 你要有那個勇氣 經常去做加碼 如果你沒有 我跟各位說 請你來跟著王娘做 王娘可以給你勇氣 王娘可以給你信心 王娘能夠帶給大家操作的方向 對不對 你們再看下去 王娘在3月23號通知會員買完了之後 然後接下來最不可思議的事情出現了 在股票市場裡面 每個人最想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所買完的股票 不管你是買在哪裡 然後它能夠跳空漲停板 然後它能夠創新高 對不對 那麼就算在今天它出現了一些震盪 它出現了一些拉回 王娘要告訴各位 就算大盤跌了73點 我會員手上的新浮發 一樣是讓所有買的人都賺 你們看到股票漲到了49塊 請大家想一想 這一波王娘在哪裡介紹 王娘在哪裡帶會員下去買 我記得在3月3號那一天 王娘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說過 我說我打算要去買進營建股 我打算要去買進新浮發 我知道不是很多人能夠認同 不是很多人能夠了解 不是很多人願意相信 營建股會大漲對不對 可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是大家相不相信 而是我能夠堅持我的看法 我能夠堅持我的方向 而我的堅持 在3月4號帶會員買完了之後 這一波新浮發真的漲到哪裡 從37塊半漲到了49塊錢 創下波段新高 你們一天一天在看王娘解盤 一天一天在看王娘的節目 我相信我這一波針對營建股 針對新浮發絕對讓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那麼除了這個新浮發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營建股 它是強勢股 還有什麼樣的營建股能夠做多 我能在今天繼續帶會員買股票 我告訴各位 我敢帶會員買進真正的強勢股 所以今天趁這一個盤拉回 趁這一個盤回檔 我跟大家說 我在今天通知會員買進太子建設 12塊1 就算收盤的時候太子沒有大漲 我告訴各位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的目標是跟強勢股在一起 這一波太子漲上來之後出現拉回 這個拉回王娘認為 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進的機會 那麼王娘為什麼會看好太子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來看這裡 太子去年度 每股打算要配息1.1元 配息超過1塊錢1塊1 那麼今年度 持續會有個案完工穩定入帳 所以業績渴望持續的成長 接著我跟大家說 來看這邊 太子建設 今年入帳的個案 包括桃園的太子賦 還有內湖的另一棟商辦大樓 有機會在今年出售 然後台中的太子雲 四季A區和特A區 清風景 南區有台南的花博物 高雄的太子雲 D區 這些地方我跟大家說 法人很樂觀的看待太子 今年的業績將無謂房市的嚴峻 仍然有機會維持穩定的表現 而且 太子的品牌 太柱 在市場上已經獲得消費者的高度認同 今年的推案量會高達200億元 而目前太子的土地庫存 大概2到3萬坪 所以呢 今年是2016對不對 到了2018年的推案量都無語 下半年它還會展開 新一波的購地計畫 而且這一次啊 它所配發的股力啊 我告訴各位 來我們這邊放大一點 它所配發的現金股力 是創下十餘年來的新高 是十年來的新高 那麼在這裡呢 請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真的掌握到了題材 如果這個產業真的開始復甦 你需要在乎一天兩天的震盪嗎 還是你應該從裡面把最強的給挑出來 挑出來買進 挑出來加碼 挑出來做多對不對 因此在今天 王良通知會員買進太子 而且我相信 太子呢 是不折不扣的強勢股 而且我相信 它就像新復發一樣 整個長線的位置 是在波段的低檔 波段的底部 而且產業景氣才剛剛要開始復甦而已 所以未來呢 還有很大的波段能夠進行操作 下一個階段回來 針對王良持續在等待的一檔股票的買點 究竟它來了沒有 究竟我買了沒有 究竟我們該怎麼樣才能夠呢 買在最恰當的位置 如果你想知道 請你鎖定我的節目 在廣告過後 還有更精彩的內容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我們等一下再走 回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 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7-5-2-5-8-6-8 陈东董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贷出 陈东董户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互利 独往福利 陈东董户值得托付 02752-5868 各位看官请注意 购买桶装液化石油器 要与商家签约保全液 如果商家拒签约 应向别家购买才合理 签订契约好处多 挖丝重量不缩水 残器用盛可退费 避免纠纷免争议 未来如果不再买 还可退还保证金 契约可至消防署网站 公器契约专群下载哦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在上一段节目 王良跟大家谈的 不过才两档股票 其中一档呢 是我们在第一档买进的新复发 另外一档呢 是今天买进的太子建设 那为什么王良所谈的股票 这么少不像其他的分析同业 可能一天呢可以跟大家谈个 一二十档股票 我告诉各位 因为我认为做股票呢 你要专注 做股票呢 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的 你愿意买 而且呢真的有潜力的股票身上 那如果说你这个也想了解 那个也想知道 到最后呢很有可能会无所适从 根本就不晓得你应该要留哪一支 你应该要重压哪一支股票 而且你也很难去判断 每一档股票呢 它发动的时机 最好的一个买进的时机会落在哪里 那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 手上都有宏达电 因为前一波的大涨 对不对 那有很多的投资朋友呢 其实是有一个坏习惯 什么样的坏习惯呢 在涨的时候不一定敢追 可是跌下来的时候会想要去 买买看碰碰玉器 抢一下跌升反弹 对不对 王良告诉各位 我不打算抢任何股票的反弹 没有确定网上的趋势 是不值得买进的 而针对这个宏达电呢 它从136块往下修正以来 我认为一直到今天 明天还不一定哦 但是至少到今天为止 它还没有出现任何的 转折的一个讯号 还没有出现任何的扭转 下跌的一个走势 向上的一个趋势 的一个情况出现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前面下去买 不就都白费力气 不就都白费功夫 对不对 我们不见得要买在最低点 不一定 之前我买的台象 也不是最低点 这一波我所买进的新复发 也不是最低点 可是买完之后 股票有没有大涨 当你买完之后 股票涨上去 我跟各位说 你才有可能真的抱到一个波段 如果你每天忐忑不安 如果你每天只是在等解套 那其实在股票市场里头 很难赚到钱 而且一解套 恐怕就把它卖掉 对不对 而你们再想一想 绝大多数的人做股票 都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就是呢 沉不住气 沉不住气 有的时候你很想买 看到一跌又更想买 对不对 忍不住就去买了 那就是沉不住气 有的时候呢 我告诉各位 王良告诉你们要等 请你们就要等 请你们呢不要急 如果你想把股票做好 如果你想把红达电做好 你现在可以来跟着王良做 因为 因为我沉了住气 从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各位 我锁定了红达电 我计划要下去买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出手 而这让我们呢 拥有了非常高的这个优势 什么样的优势呢 它跌了这十几块 跟我们没有关系 没有受伤 反而 反而让我们省了 十几块的一个价差 对不对 那如果它整理 那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将来 我去介入的时候 那这 它整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去介入之后 它在整理的时间 就会缩短 也许不用等很久 股票就能够上去了 请大家看下去 红达电在3月22号 那一天跌停 但那一天跌停 我相信也许有些人 就过来跌停满去等 但是结果呢 等到的是隔一天 再跌到哪里 跌到了92块2 各位想想看 就算那一天 不是买在平盘 而是买在跌停满 当你第二天 看到股票 杀到92块2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人呢 动弹不得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看着它从922 再来反弹 低点是935 再来反弹 低点是952 也许觉得有那么的 一丝希望 没有想到 95块 这个5块 要被去掉了 又跌到89块6 那是不是怎样 将来那里 没办法动 所以要不要去抢反弹 千万不要 要不要有计划 当然要啊 而今天的红塔店 来到了90.5 我呢觉得 跟各位分析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 到底什么叫做沉得住气 到底怎么做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赚到钱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请大家想一想 大家都想要赚钱 可是是赔钱容易 还是赚钱容易 当然是赔钱很容易啊 对不对 动不动就会赔钱 那如果赚钱不容易 我们要不要去思考 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够真的赚到钱 不是冲动 不是去抢反弹 不是去读读看 而是你要确认 真的有一个明确的 讯到出现的时候 再下去买 对不对 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 你操作的胜算 王良曾经 在3月20号跌底买的时候 跟各位讲过 我计划 接下来要买进红达店 但是呢 我不会在一直往下掉的时候 下去买 所以从136跌到101 我们没有买 跌到了92块也没有买 虽然哦 他整理到935 他整理到952 这三个这个低点 看着好像是越来越高 那如果接下来 他能够突破100块 说不定哦 这个有机会转强 对不对 可是王良刚刚所讲的 突破100块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出现 他没有出现啊 为什么 因为他又跌到了89块6 所以呢 他必须重新的进行整理 因此我们看到 922 935 922 整理失败 破底 89.6 90.5 是这两个交易日的低点 这个昨天跟今天 所以就要再来一次 那当他真正转强的时候 我们的买点呢 有可能是落在94 有可能是落在95 但至少哦 比买在130 110 100块 或者之前买了 都还要来得更好 为什么 因为买完之后 他比较有可能会涨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大家 做股票 无论如何 都要能够呢 沉得住气 而且呢 要买在对的位置 买在关键的位置 我举个例子 王良曾经带会员 买进过台象 台象 我们已经全部 把它卖掉了 获利了解 也许将来转强 还有可能再接回来 不过这一波 我买进台象 我跟各位说 股票呢 涨到了31块半 如果你以为 我是买在18块 那你就错了 我是买在19块 那你也错了 我问你买在哪里 王良是在 1月22号告诉各位 我接下来买进台象 那为什么 1月25号我会下去买 因为 这边有两个高点 对不对 它突破了 它很有可能是在 1月25号那天 少数的 突破过去两个月 盘整区高点的股票 所以这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强势股 对不对 王良上一段节目 跟大家讲过 我们要跟强势股在一起 你要敢买强势股 你要有勇气去追 该追就要放难去追 王良追到了没有 王良追到了 王良代会员 在1月25号下去买 结果涨到了31块半 所以当你在确定 转强的时候去买 你是不是才有可能 真的赚到钱 真的赚比较多 就好像你们看到新复发 3月25号开盘跳空涨停 3月28号涨到49块 创新高 今天大盘跌掉了73点 我跟你说 我们的成本在37.5 在40.5 不是最低点 对不对 可是今天的拉回最低呢 是45.6 我就算买在40.5的 都还赚一成以上 是不是 不用怕 对不对 所以尾盘呢 它又拉上去 那这一波 王良在哪里买股票 37块半在这里 40.5是在这一根 突破的时候买的 所以我有没有计划 我不会告诉你说 我是买在36.1 刚好那天拉回 我跟你讲 它没有涨上来 我也不会下去买 对不对 因为你要懂得 顺势的进行操作 而当你们看到它 涨到了49块钱 创新高 我请问大家 如果你买在375 如果你买在405 如果股票涨到49块 你有没有可能报到 将来它涨到60 它涨到70 它涨到80块钱 你报到这个大波段的可能性 是比较高 对不对 可是有一个前提 你要能够沉得住气 在真正的买点来的时候呢 再下去买 那除了新发之外 王良今天 代会员买进了太子 我跟大家说 这一波的太子 其实它也是相当的强势 因此在稍微震荡出现 拉回的时候 我呢就第一时间去做介入 因为我认为呢 整体的营建股 接下来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还有非常好的行情 因此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 当宏达店的买点 来临的时候出手 你想要跟着我 针对真正的强势股 来进行波段操作 王良欢迎大家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能够拿起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